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滬田惠里香睽違十年后重新诠释米海沙 演技令人期待 另外尤美尔基伯逊指导改编真人真事的钢铁英雄 描述一个因为信仰拒绝拿武器上战场的士兵 最后在长官下达撤退令时 独自拯救75名受伤同袍的故事 而这名士兵也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二战英雄 金奖大导梅尔吉伯逊睽違十年推出最新作品 战争片钢铁英雄改编二战真实故事 描述军医戴斯蒙因为信仰拒拿武器上战场 被同袍取笑霸凌 最后在部队全数撤退时独留战场 在枪林弹雨中拯救75名受重伤的同袍 战争结束后他获得杜鲁门总统颁发荣誉勋章 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二战英雄 日本电影《死亡笔记本》改编人其漫画 相隔十年后推出全新宣章 夜月神和天才侦探L死亡十年后 《死亡笔记本》再度出现在人间 而且这次还有六本之多 号称是L继承者的龙琪 和其乐的信奉者子愿展开全新对决 值得注意的是 饰演明海莎的护田惠丽香再度回锅 十年后他晋升一线女星 诠释相同角色 演技令人期待 好莱坞爱情喜剧片《毛小孩选编战》 由爱丽西亚西威史东和莱恩坤坦主演 一对没有小孩的夫妻结婚六年后 貌合神离决意离婚 但他们却为毛小孩的监护权 撕破脸对付公堂 法官判决必须在六十天内 证明自己是合适的监护人 两人于是展开搞笑 又不择手段的争夺战 香港电影《港片大牌党2》 精选七部风格迥异的香港好片 轮番上映 包括入围青年金马奖 得奖呼声颇高的《树大招风》 《三人形》和《暗色天堂》 更集结了影迷喜爱的超级巨星 张学友 谭永霖 陈小春等等 让喜爱不同类型电影的粉丝一次满足 七月和安生 两名从小就认识的女孩 一起历经爱情和友情等 错综复杂的成长历程 成为香港导演曾国祥 指导的电影主角 剧情悬疑转折多变 上映后不只成为影迷讨论话题 更入围本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和最佳女主角等七项提名 拍完电影以后 她出来面对观众以后 其实大家反应都很好 然后开始有声音跟我说 可能两个女主角会有提名 所有希望都放在她们身上 然后真的完全没想过自己会有份 然后还是感谢 感恩 我觉得有提名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曾国祥是知名香港艺人曾志伟的儿子 2011年初职导演统 就入围金马最佳新导演 我遇见你 所以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所以我陪伴你 第二部作品七月与安生入围金马之外 也是本届多伦多亚洲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我当然希望能让台湾的观众也看到这个电影 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 虽然它是在内地发生的一个故事 但其实我觉得它其实都是共通的 只要你有过成长的痛 你肯定会在电影里面找到你这些影子 这部片是中港台合资拍摄 九月在大陆上映票房突破人民币上亿 这也是今年十月香港电影节开幕片 何时能在台上映影迷高度期待 中央社记者胡玉丽多伦多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从空拍机的镜头 可以看到繁荣的东京市区雪白一片 孩童们穿着厚重的雪衣 撑着散上雪 上班族则站在地铁站望雪星探 根据日本吉祥厅表示 11月24号在东京市中心 已观测到今年的初雪 比往年大约早了40天 这是东京市中心54年来首度11月降雪 赴日本旅游的台湾观光客 听闻后都不禁惊呼 真的 不知道 不知道11月不会下雪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京的雪 非常的兴奋 特别是我爸爸 这是他第一次在东京 日本多处地区也都刷新 11月的最低气温记录 包括北海道零下17.4度 东京都江湖川区0.8度等等 山区和平地也都有波波积雪 11月出现积雪 是1875年实施积雪统计以来 首度被观测到 由于雪地湿滑目前也有多条铁路交通受到影响 也传出有民众不慎滑倒受伤 根据日本气象人员预测 气温可能还会再下降 庄社综合报导 感恩节前夕美国总统欧巴马 依照惯例在白宫举行火机赦免一事 这是欧巴马任内最后一次赦免火机 他不敢幽默仍有不少冷笑话逗乐在场来宾 并呼吁大家在大选过后放下政治纷扰 享受家庭团聚的日子 美希感恩节大游行也在纽约热闹登场 人气卡通明星《愤怒鸟》海年宝宝 缓缓通过曼哈顿街头 各式大型气球花车和啦啦队 轮番表演热闹非凡 美希感恩节大游行今年迈入第九十届 吸引上百万人观赏 感受过节气氛 我喜欢Thomas 什么呢 Dinosaur和Spongebob Santa Hello Kitty 尽管总统当选人川普南下佛州度假 但警方为避免意外发生 在川普大楼周边部署大批警力为安 加上先前传出IS 威胁攻击感恩节大游行的消息 警方戒备森严 出了空中直升机 还出动便衣远景混在人群中 确保游行圆满落幕 中央社记者黄赵平有没有报道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叙利亚爆发内战至今 叙利亚政府军曾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包括砂灵毒气以及氯气炸弹 使得不少孩童 因为呼吸道尚未发育完全而死亡 引发国际踏伐 现今相关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 担忧各国化学武器 研发和攻击会造成严重伤害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年会 28号将在海牙召开 预料将进一步讨论 各国在禁止化武的进展与挑战 更多后续发展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